谁都不希望自己被别人称为单身狗,因为这个名称里,不仅包含了来自对方的嘲笑,更多的是无尽的心酸,相信世间没有人希望自己孤零零的吧。 即使是相貌平平的人也渴望能够遇到自己的真爱,因为人都是孤单的,即使是拥有金钱和名利的人,也希望自己身边能够出现一位给自己开心的人。 而随着年龄的增长,人们寻找对象的难度也变得越来越大,所以很多单身的朋友都变得特别焦急。 那下面我们就一起来看看,月底之前有望脱离单身狗行列的星座有哪些吗? 射手座,射手座本身就是一个热衷于焦急的人,所以在交友方面,他们完全没有问题,关键是看他们想不想让对方成为他们的朋友。 射手座为人真诚,他们看人的眼神充满了温柔,只要认真跟他们交谈过的人都会被他们多情的眼睛迷倒。 他们讲话具有幽默感,所以交流起来,这时候一点都不会觉得尴尬。 即使你没有话题要说了,射手座也会像变息法一样的寻找话题。 单身的射手座并不是因为长相的问题而找不到对象,因为他们的身体里藏着一个有趣的灵魂,所以在异性面前他们的魅力只是满分的。 只要他们觉得对方适合自己,他们就会主动出击拿下对方。 而在这个月底之前,单身的射手座开始出现交集的恋爱心态,这或许是因为跟家庭有关,所以射手座一定要好好把握,每一次缘分的出现哦。 天蝎座,天蝎座算不上是天生励志的那类人,他们最多就是拥有常人没有的气质,所以他们受到的关注程度跟其他人也会有所差异。 天蝎座的脸皮很薄,面对陌生人的时候他们会显得十分害羞,但是在家人和朋友面前,他们像是释放了甜心一样,一定形象都不在乎,完全不像在陌生人面前的样子。 很多人都说天蝎座身上有一股贵族的气息,因为天蝎座的人的言行举止方面落落大方,显得十分有贵族气质,让人觉得很舒服。 大多数天蝎座的人员都非常好,也很受益性的欢迎,因此天蝎座单身的原因只有一个,那就是眼光太高,面对遮掩自己的追求者,天蝎座从来都不会出现同情心,因为他们觉得, 爱情是靠两个人牵头一颗的,一个巴掌根本拍不响,所以对于自己不喜欢的人他们也不会肆意留情,而这个月底对于单身的他们来说是一个千代难逢的好日子。 只要他们想认真的谈一场恋爱,那么脱离单身行列,根本就不是什么大问题。 摩羯座,不善于交际的摩羯座永远都只沉迷在自己的世界里,似乎独来独往的时间久了之后,他们也变得无动于衷了。 对寻找真爱的愿望也就变得越来越无所谓,其实每个人的心里装有一个自己仰慕已久的人,或许是因为自卑的原因,所以迟迟不肯告诉对方自己的心意。 摩羯座也是这样的一个人,他们的外表冷漠,但其实内心是十分狂热的,只是他们善计压制自己的情感。 而在这个月底之前,摩羯座仰慕已久的那个人会主动联系摩羯座,或许是因为是工作上的原因,或许是生活上的原因。 但是不管怎么样,这对被动的摩羯座来说,无疑是一个表白的好机会,所以摩羯座一定要好好把握良心,否则一旦错过就后悔莫及了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!